好 秋冬最著名的美食之一呢 就是大雜蟹 但現在出包了嗎 因為食藥署說了 中國進口來自盤山縣的大雜蟹 帶凹心超標超過了六千四百公斤 是全數來退回跟銷毀 醫師來提醒 如果吃過量的話 恐怕會有致癌跟流產風險 飽滿大雜蟹 一撥開滿滿蟹廣直接炸開 夾起來就能聞到農醇鮮甜 秋冬品蟹烤食節 卻爆出中國進口來台大雜蟹 驗出世紀之毒帶凹心 中國大雜蟹蟹膏農醇肥肥扣 往往秋季台灣都會進口 但是藥署三號公告 邊境檢驗不合格名單中 一批來自遼寧盤山縣養殖場的大雜蟹 檢出帶凹心嚴重超標 六千四百公斤全數退運銷毀 實際詢問海鮮批發商 業者強調都會嚴格把關 就是屬於蘇北那一邊 那可是呢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是正式報關進來的 每一次進來都一定會驗 驗帶凹心啊 這個多綠聯本啊 這回驗出的盤山縣大雜蟹 未流入市面 但看看二零二二年統計 中國進口來台高達二十五匹 總重量更超過二十九公噸 雖然帶凹心超標是過去兩年首見 不過還有貨品正在經驗中 就怕毒蟹範圍再擴大 如果不小心吃下肚 後果將不堪設想 其實不止中國大雜蟹 越南出口的鮮蚵肉 以及墨西哥的海膽卵 都在這次的不合格清單中 不過是要求選擇先出手 針對大雜蟹進行限制 針對這個養殖場 只要是今天出口的 都全部暫停授以它的查驗上 大概它這個產季 都等於是沒有辦法輸入台灣 中國食安寧環暴 不做好管控 只會讓消費者印象更差 記者作為者邱榮慶台北 陳鳳島